我是放成語這邊 那第一個問題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東西 直接 變成Excel裡面 可以接受的一個格式 那你會可能遇到第一個就是 這裡面的資料它的形式一定是 123固定的 然後兩個Enter 123兩個Enter 可是問題你不可能說直接複製貼到Excel 它自動幫你分欄嗎 不會 所以呢你可能遇到第一個問題 把它全選Ctrl A Ctrl C 那我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快速的利用Word 幫我把它變成表格 因為如果你把它變成表格之後 你才可以放在Excel 你不能說我直接貼上 你說老師我直接這樣貼上 貼上到Excel裡面會是這樣 可是這樣問題來了 你要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辦法 是不是在一個轉制嗎還是什麼 因為我需要什麼 第一欄是成語的名稱 第二欄是解釋 第三欄是例句 那可是你貼上之後 這個資料沒辦法用 怎麼辦呢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 我是先貼到 哪裡呢 貼到Word裡面 貼到Word裡面 不知道根本用過的功能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把它Ctrl A Ctrl A就全選 全選之後 利用那個 插入裡面有個表格 表格裡面有個叫文字轉換為表格 這個文字轉表格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呢 以後呢 你的Word裡面的資料 假如它不是 你要轉到Excel之前 你可以把它轉成表格 如果它可以轉成表格 將來呢 你放在Excel裡面 就比較沒問題 這個功能是在哪裡 這個是我的 插入 表格 裡面的 文字轉表格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資料格式一定是 乘語 解釋 例句 然後一個換行 乘語解釋 例句話 所以 基本上有幾欄呢 123 空白欄 對 所以這邊的話給它4 按個確定 好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乘語的名稱 解釋 例句 多個空白欄 空白欄要不要 不要管它嘛 不然你把它刪掉也可以 那我們只需要什麼 只需要 這一些資料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一欄先刪掉好了 那你 接下來 你可以再開一個Excel檔 把這些表格的資料 再貼過去 就大功告成 基本上 那當然如果把這一欄刪掉 然後把這些全選 Ctrl C 再到Excel裡面 H你就開個新的檔案 我這邊的話 新增一個 空白的活躍布 空白活躍布 把它貼上 貼上之前 乾脆 上面給它一個欄位名稱 上面就名稱 成語的名稱 解釋 例句 然後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OK 好 貼上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成語查詢系統 比如說你說想說 剛好有小朋友問說 老師問說 哪些成語裡面 有龍的 龍 什麼 升龍火虎嗎 還是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 諸如此類的 那這個時候你怎麼辦呢 你有成語 那你要怎麼快速變查詢系統出來 很簡單嘛 一樣就是 之前的那個篩選 不過這個時候你不要重新錄製 你直接怎麼樣 拿我們剛剛做的嘛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好一個 在雲端上面 你可以直接 先在成語的這個活躍布 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到我們剛剛的那個 雲端上面 去找到那個什麼 找到我們 前面的那個 這個程式碼裡面 其實就是房呆那一段 直接把那個房呆那一段拿來用 然後稍微做修改 篩選業務這邊的那個 應該是房呆這個 直接把這個房呆 因為房呆的話已經防止掉很多東西了 我就直接把這個 篩選業務的這個房呆 這一些範圍 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然後我們要查成語 請輸入什麼 譬如說成語名稱 或者叫成語關鍵字 關鍵字之類 OK 然後這個叫篩選成語 丟過來 假設他打了個龍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是讓他去找 那這個範圍的部分呢 他會自己去往下追蹤 然後查的話是第一欄 quartelia的話 我們要包含 所以包含特別注意 這個是 龍 沒有這個 所以怎麼辦呢 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後面加上什麼 萬用字元 star star 但是你不能這樣 應該是等於star 等於 這邊有個等於 然後前面加一個雙引號 加一個雙引號 and 把這種東西包在裡面 然後and 空格 這樣子 好 這樣的話 他可以查 其他的話 自動幫我把那個 查完的結果 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再切回去 寫完了 寫完之後的話 你就是在 執行看看 然後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沒問題 成語查詢系統就出來了 試一下 這個我也不確定 OK 查龍 請輸入 關鍵字 龍 按個確定 OK 龍就出來了 不過這邊好像多了那個 有沒有 生龍火虎 車水馬龍 龍 龍彈虎 反正這些 OK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一個 一個簡單的查詢系統 很快就做出來 不用花太多時間 這裡比較重要 可能就是說 你們比較不熟的是 如何把那個 我剛剛講的 雲端上面的東西 就是剛剛在 成語這邊 等下找一下 Ctrl A 全選 C 我是利用那個 Word裡面的功能 記得貼上來之後 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插入 記得先把 原來的資料 全選 插入 裡面有一個 表格 文字轉表格 那算一下 1 2 3 空白 空白欄 然後最後 再把那個 空白欄刪掉 再轉移到 Excel 你的資料就過去了 不要說你直接把資料貼到Excel 你會麻煩 貼上去之後 還是沒辦法查詢 你沒有 沒有辦法 分欄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如何把那個 Word裡面的資料 其實我們主要是利用 Word這個文字轉表 文字轉表格的功能 也就是說以後 你的資料雖然是文字 但是這個文字裡面有一定的規則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規則先抓出來 讓它變成表格 只要它能夠變成表格 它就可以 放到Excel裡面去 但是如果 這個當然你如果不能轉表格 你放到Excel也沒意義啦 因為Excel主要當然就是儲存格的觀念 欄跟列 如果你不是這方面的資料 那你就放在Word就好了啦 你就不要 這個好像什麼東西都要往那個Excel裡面丟 因為 Office裡面它每一個應用軟體 應用程式都有它 比較重要的用法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 轉換 成為表格 這個我想 這常用的功能 第二個就是說呢 當你把資料放過去之後 如何快速的 建立一個 成語查詢系統 這個我想前面 都有講過啦 所以 當然你可以 如果你要從頭錄製 太浪費時間了 不如以後 你乾脆就 找一個範本 把那個範本做好之後 你就以後用那個範本貼 改貼改 馬上成語 馬上的那個 每個地方都可以查詢的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好 好 謝謝